第一部分 瓜果蔬菜组成的怪物张着大嘴 遇上厨房刀具组成的怪物后被一秒吞噬 瓜果蔬菜被搅碎 被剥削 被揉令 被碾压 经过一番消化 厨房刀具吐出了瓜果蔬菜的残渣 扛着胜利大旗的厨房刀具积蓄前进 遇上厨房文具组成的怪物后被一秒吞噬 厨房刀具被解体 被揉捏 被切块 被践踏 经过一番消化 厨房文具吐出了厨房刀具的残渣 扛着胜利大旗的厨房文具继续前进 遇上瓜果蔬菜的一节残渣后被一秒吞噬 厨房文具被反复摧残 反复糟蹋 经过一番消化 一节瓜果蔬菜残渣 吐出了厨房文具残渣 扛着胜利大旗的一节瓜果蔬菜残渣继续前进 遇上一节厨房刀具残渣后被一秒吞噬 一节厨房刀具咀嚼 撕咬 然后吐出了二节瓜果蔬菜残渣 扛着胜利大旗的一节厨房刀具继续前进 遇上一节厨房文具残渣后被一秒吞噬 一节厨房文具揉搓摩擦 而后吐出了二节厨房刀具残渣 扛着胜利大旗的一节厨房文具继续前进 遇上二节瓜果蔬菜残渣后被一秒吞噬 二节瓜果蔬菜粘腻消化一番 吐出了二节厨房文具残渣 再之后二节瓜果蔬菜残渣被二节厨房刀具吃掉 吐出了三节瓜果蔬菜残渣 二节厨房刀具继续前进又被二节厨房文具残渣吃掉 吐出了三节厨房刀具残渣 二节厨房文具继续前进被三节瓜果蔬菜残渣吃掉 吐出了三节厨房文具残渣 瓜果蔬菜怪物被厨房刀具吃 厨房刀具怪物被书房文具吃 书房文具怪物又反过来被瓜果蔬菜吃 循环不停进行 渐渐的谁也分不清谁是谁了 第二部分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两人相向而坐 没有语言没有其他 只是看着看着便嘴角上扬 不自觉拉近彼此 继而融为一体 男人女人难解难分 水乳交融 如交似漆 快乐无情境 当快乐游戏做完 桌子上多了一块 小东西蠕动一番爬向女人 女人不要 又转而爬向男人 男人也不要 尴尬持续一阵 男人勾勾手指 示意小东西过来 小东西爬过去后 被男人一把扔向女人 至此 男人女人正式开战 互相攻击 直至化为一团烂泥 第三部分 两个男人对象而立 一个吐出牙刷 另一个紧接着吐出牙膏 一个吐出皮鞋 另一个紧接着吐出鞋带 一个吐出面包 另一个紧接着吐出黄油 一个吐出铅笔 另一个紧接着吐出削笔刀 紧密配合一番后 两人呼唤位置 一个吐出面包 一个吐出牙膏 一个吐出皮鞋 一个吐出黄油 一个吐出牙刷 一个吐出削笔刀 一个吐出铅笔 一个吐出鞋带 胡乱配合一番后 两人再次呼唤位置 到这时 两人几乎同时吐出各自的东西 而且完全一样 就这么僵硬对峙一阵 两人累得气喘吁吁 完全贪宠一潭烂泥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三个荒诞有离奇的小故事 瓜果蔬菜 厨房刀具 书房文具 泥人泥头 吐来吐去 到底在干嘛 文学电影音乐绘画 艺术诞生后 即刻成为客观现实 其后 如何认识 就千人千面了 影片片名叫对话的维度 如果我们用对话来解释 我想这三个部分 大致都可以概括为 人类的对话 第一部分是群体之间的对话 第二部分是异性之间的对话 第三部分是同性之间的对话 首先第一部分是群体之间的对话 群体只带很多 比如文明与文明之间 国与国之间 地区与地区之间 群体对话简单直接 互相吃 A被B吃 B被C吃 C又被A吃 不断地吃 吃得多了就渐渐去通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其次第二部分是异性之间的对话 异性之间的对话 异性之间不用对话 五须言语 同第一部分一样 也是互相吃 四目相对 干财烈火 水乳交融 快乐至极严 快乐完了 快乐的副产品都不想要 都推托 都指责 有爱生恨 最后第三部分 同性之间的对话 同性之间的对话 当然不会是第二部分那种 你对男女有了情 就做做游戏 你对男人有了情 就打打游戏 同性之间的对话 由客气的合作互助开始 熟透了就收走给对方的客气 剩下的就只有自私的小气 人类之间的交流 无外乎以上三种 又也许并不是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各位晚安 下期见